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你好 参考经文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腓立比书四章九节 多年前我读了一本名叫《你好,上帝》的书 这本令人称奇的书是Frank Foglio的著作 他的封底载有以下的描述 Foglio妈妈,她那暴躁的丈夫和十个吵闹的孩子是贫穷人家 他们实在非常贫穷 甚至其他穷人也认为他们是贫穷的 有一天 主突然进入他们的生命中 他差使另一个和他们一样贫穷 一样人丁兴旺和吵闹的意大利裔美国家庭 闯进他们的家 并且在短暂相处中 把福音传给他们 这本书述说 Foglio妈妈怎样开始明白和倚靠他天上的父亲的丰盛 这个有力的见证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开始祷告 把焦虑交给神时 会发生什么事 有些时候 焦虑或恐惧会令我们瘫痪无力 尽管我们明知会有这种可能性 但结果我们仍然不出意外地深陷其中 我喜欢听身在狱中的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他提醒我们 要专心仰望主和常常喜乐 他提醒我们 与神交谈是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当我们学习倚靠神 不再注目在我们的焦虑上时 我们便是在人前见证神了 他更提醒我们 要自己分辨什么是真的 神总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时 我们便记得 借着耶稣 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父面前 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 和恩赐我们一切所需的 我们便更多承受 他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欢喜快乐 因为你时常与我们同在 又感谢你赐我们平安和一切的丰盛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